交战中 卢卡尔展现出了强悍的实力 一个帝王爆裂把特瑞打飞 接着一个轰斩把金也放倒 暴起蓄力发动帝王波就要解决对手 还好哈迪伦突然出现帮忙挡下了这一招 不过也是个送快递的 卢卡尔反手就把三人都进过了去 打算用他们自己的招式解决对手 一个月光斩解决哈迪伦 一个道月踢踹飞了特瑞 左手升起火焰轮到金的时候 一个扇子飞了过来 原来是养伤的众人赶过来了 本以为又是一轮新的灭菜 结果卢卡尔完脱了 众人合力之下第一次被破 对于一次的失误 卢卡尔并没有放心成 正嚣张狂笑的时候 平头上来就是一个大发电机 趁着卢卡尔短暂的麻痹 全员大招直接发动 但是即便如此卢卡尔 依旧没有罗拜 此刻愤怒的卢卡尔 终于选择了融合大蛇之险 卢卡尔实力变得更加恐怖 一招就震退了众人 还能发动进攻的金 更是被一拳贯穿 怎么办 敌人太强大了 艰难起来的众人 已经打算拼死一战 就在这时草蹄精却又爬了下 还和卢卡尔正面刚了一拳 且不落下风 因为就在刚才 他顿悟了 不仅力量提升 还领悟了新技能 要不这技能就叫主角光环吧 力量提升的今此刻 是自信满满 终于是可以对着卢卡尔 一跟胖走的 几轮交手后 已经终于打出了 刚领悟的大招 主角光环 这下终于是胜利了 然而说不起的卢卡尔 却是掏出了一个遥控器 大家一起玩耍吧